哈喽大家好 作为一个博主呢 本人呢特别喜欢看NBA 从小开始看 而现在我又住在秋金山 作为部队 金州勇士 近年来他们的打法 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 作为腾讯解说员的杨毅 是如何评论 金州勇士 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 他们的赛事比赛 说勇士的比赛 我经常 那时候经常用那么几个词 手不粘球 马不停蹄 是吧 水银泻地一样的紧攻 我这球擦擦擦 球走得快极了 整体性非常强 人不光是有抽行 这个整体性打得漂亮 是吧 二是什么呢 你回头想想 就是说没见过 就是没 之前我们没有见过 那么大球 勇士一出来 当时那年 几乎在赢绝金 那就夺冠前一年 好多年前 赢绝金 当时杨健给企业外号 变态准 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大球 没见过那么准 然后没见过那么扔 因为在过去 在大家的逻辑里边 三分球是它作为一个 比赛的辅助的进攻方式 是 先打内线 然后浮以外线 还是篮下 它叫欲内则先外 是吧 我可能外边扔两个 但是我最终还要打进去 还是以内为主 内外结合 是吧 你像这种就是上来就扔 就没完没了的扔 然后关键是准 是吧 你胡扔胡进 怎么歪着扔都进 所以呢 就是给人的冲击力 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它挑战你固有的篮球理念 是吧 像你那一说 说前方高能那一主 就2016年吧 就是这个 我沾4比3翻盘那一年吧 是吧 那总决赛 确实在现场啊 确实当时 这个比较兴奋 喊的比较多 尤其是勇士进球了 确实是 但其实骑士进球 特别是最后第七场 到最后那几名 也喊了 是吧 伊格达拉那个 吃詹姆森的帽 欧文那个 那个面对库里 投进三分 打也喊了 声音也非常高亢 但是你从全场来说 肯定是 喊勇士的多 为什么 人家骑士那球 就是有板有眼 骑士那就是 就是传统打法 对吧 传统打法 我进去杀伤 然后让你防线收缩 我打出来控外 帮JR史密斯 或者是这个 香波特 在外边 盯进这个三分 是吧 勇士好 来不来就 那打第七场 上半场13个三分 第七场 上半场扔进13个 创NBA总决赛 半场三分球纪录 排山倒海 排山倒海 而且甭管 是不是机会 是机会也扔 不是机会也扔 那每一个球 都是极高难度 就挑战我们对 篮球这项运动 认知的那种球 都是那样的球 所以当你看见 那种球的时候 又是在现场 在现场 因为什么呢 现场山呼海啸 你如果不说的 很大声呢 你听不见 自己说什么 是 所以就是非常容易 这个声音就上去 谢谢大家的 关注点资和评论 谢谢